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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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明镜 知道他们的医术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所以钱的问题 当然是否你去到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大学 费用越高就叫做越好 这样就未必 所以每个人你要知道 进去看医生 他收的费用那么多 他是不是能帮到你那么多 好像说一个人进去 不像这个律师 律师进去 收你那么多钱 后幕的人帮你做事 他也收你钱 好像说 他帮你做了几个小时的工作 他每几分钟都要收你钱 律师那边 但是医生就不是这样了 见了你之后 后幕的人帮你做的事 就多数都是已经 收费的时候已经收了 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 所以每个医生的医务所 他们帮你做多少 有很多时候你不知道 如果以前你的经验是说 这个医务所帮你做很多 费用都是这么多 那这个医生可能就值得 尤其是如果你说看得好 很多时候高一点点价钱都无所谓 所以这一点不是说最好就最贵 亦都不是最便宜最最差 所以大家要小心